一觉醒来 我发现我能听见老板心声了 部门经理给合作公司报错价时 他表面波澜不惊 内心想的却是 烦死了 又得加班改架 地球再自转个什么 转得我头晕 真想辞职不干了 这董事长谁爱当谁当 不想上班 干脆申请破产吧 算了 公司这几千的废物 没我养着非得饿死街头不可 下月行程表排出来发我邮箱 谢于垂谋看着手上的文件 刚骂完人 此刻目光终静平静的 没有一丝波澜 烦死了 今天肯德基疯狂星期四 晚了就来不及了 现在还得改嫁 小鸡全被别人吃了 这味道 谁在公司吃辣条 不分我一半 话落 他就抬头往四周看去 最后在我身上落下 小助理为什么要背着我吃辣条 他完全可以进来跟我一起吃的 我内幕 讲讲道理好吧 你给我这么多活 我哪有空吃 要不是为了完成在45岁 就可以退休去学设计的梦想 我才不伺候这个殷勤不定的祖宗 我看着他接起了电话 面上沉着且冷静的和王总谈合同 最后约定好了时间 镇定自若的挂断了电话后 内心开始暴走 地球怎么还不爆炸呀 下个月就一天有空可以出去玩 他还非要来跟我签合同 我去你坟上给你签吧 算了 还能休半天 勉强去吃个啃的鸡吧 哎 怎么有骨烤肉味呀 想完 我看见他抬起头来 目光从我身上扫过 停留了两秒后又低下了头 哎 这小助理过分了吧 怎么可以在办公室吃烤肉和勤握呢 我真的累了 是外面飘进来的 谁特别在办公室架炉子吃烤肉啊 一定是底下26楼的 哪个缺心眼的老板在吃 也不知道 请细雨过去一起 看那孩子馋的 000 桌上电话忽然响起 是董事长办公室那边的专线过来的 我立马接起电话 露出标准打工人的声音 谢总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来我办公室 把和王总的合同拿过去 顺便把24号的休假 改为和王总吃饭 他干脆利落地吩咐完 然后便挂断了 没有一句废话 好似这件事 并没在他心中 记起任何一点怜疑一般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 随后忽略心声 镇定自若地走了过去 到他面前停下 谢总 你好 我来拿文件 嗯 他应了声 连头都没抬 瞄了眼桌上的文件 示意我自己拿 我拿了文件 退后了两步 真的想捂住耳朵 心声好吵 老板 对了 和总那边说想约您见一面 但你下个月的行程已经排满了 你见吗 我战战兢兢地问 谢雨冷淡抬眸 硬了声 见 得 半天也没了 烦死了 都别火了 地球炸了吧 他说到这 似乎见我还没出去 忽然抬起了头 看向了我 眼中有着几分疑惑 离我那么远干嘛 我又不吃小孩 说到小孩 这个点我是不是该吃饭了呀 想吃小孩 哦不 小鸡 叫小助理给我买小鸡吧 做一个优秀的社畜 洞察了老板心思后 我立马抢肩一步开口 老板 今天中午您吃什么 要不我去给你买肯的鸡吧 为什么 他看着我 神色间看不到一点惊喜 一门往常那般沉着冷静 仿佛任何事都无法在他心中 激起一点涟漪 我汗言 在脑中组织语言 最后结巴道 因为我也想吃 第二份可以半价 随你 他说完又低头处理文件 语气漫不经心 助理好穷 还要敢在半价时才敢消费 编个理由加点工资吧 嗯 他每天都能活着来上班 这个理由怎么样呢 扑 我真的没忍住 笑了出来 下一秒 我就意识到我失态了 他抬起头 锋利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语气冷漠疏离 出去吧 是我松了口气 还以为会挨顿骂呢 没挨骂的 我高高兴兴地跑出去 给他买肯德基去了 知道他喜欢吃小鸡 于是给他买了整只鸡 这样他应该会高兴了吧 可当我把整只鸡 带回去给他的时候 我听见了他 并不怎么高兴的心声 小助理一点都不懂我 不想吃这种小鸡 我想一巴掌炫飞他 不想吃这种小鸡 那你想吃什么小鸡 想吃肯德基全家桶 那里面有小鸡全家 整整齐齐的多好吃啊 还想吃黄金鸡块 和劲爆鸡米花 儿童套餐也很好吃 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 他的心声犹如弹幕一般 飞快在我耳边穿过 你不去吃 细于抬头看向我 我以为是在关心我 但显然 我猜错了 这呀想的是 哼 不给我买算了 我待会溜出去自己买 我微微一笑 然后礼貌地退了出去 死扒皮 给也死 等我有钱了 吃光全天下小鸡 一直不给你留 我跑戏餐店 随便吃了个牛排 然后下午就开始 投入到了紧张的同时 又可以摸一点鱼的工作之中 滴滴滴手机忽然震动 一条消息发了出来 是我应聘的一家线上 设计公司发来的 对方邀我面谈 是明天 我期待了好久 看见这个消息后 立马放下工作 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别问我为什么要找兼职 45岁退休 这是我奋斗终身的目标 不找点兼职 45岁退休了之后 只有捡垃圾吃 不过明天是工作日 得找谢于请假 而且董事长助理兼职 这是有损公司形象 肯定不能明说 老板 我明天想请假 去处理点私事 我走了进去 看着他保持着 极其标准的微笑 谢于抬眸 眼中闪烁着锋利的光芒 神色严肃 直冷漠地落下了两个字 理由 这一天终究是要来了吗 女大不中留啊 小助理要去相亲了 结婚随理我随多少呢 孩子满月酒 送点什么好呢 孩子小学圈 哪个学校比较好呢 我瞳瞳微缩 他是从哪里听出来 我要去相亲 就算是 你也不必直接给我 把孩子在哪里读书 都想好了吧 小助理看着 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会被骗吧 骗婚 出轨然后家暴 选那个渣男 还不如选我 我内心一阵草泥马狂奔 这都把人脑补成渣男了 下一步是该杀人犯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挤出微笑 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老板 是这样的 我明天嫂子结婚 可以 去吧 谢鱼淡淡回复 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目光始终在桌上的文件上 显然并没在意 我听见这话 松了口气 然后装作面无表情的 往外走去 但身后 那清澈冰冷的声音 却忽然响起 你嫂子结婚 你哥哥没意见 我脚步顿住 木讷的转过头 我刚才在说什么 怎么会说是嫂子 副搞明明是朋友啊 我顿了三秒后 才结发张口 老板 你晓得的 我四川的 我们那边四川人 都喊耍得好的朋友 叫嫂子 你们四川这么开放 谢鱼眉头微醋 眼中带着明显的质疑 我连连复合 做出头疼的样子 可不是吗 前天联合国还出了建议 要求四川废除这个称呼 但高层死活不答应 我们投票最后投成了平局 嘴没能废掉 我看谢鱼的表情 猜她应该是相信了 但我没想到 她的心声却是 是不是别人不发火 你就把人当傻子 我配合你 你还演上了 请假就请假 下次能别把我当傻子骗吗 还联合国 当联合国村委会吗 这事都不一定能经得动村委会 我脸瞬间红了 她内心居然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说出来 知道了居然还准假 太善良了 谢鱼的人性 还是有一定几率唤醒的 我收回思绪 既然她没把话挑明 那我自然也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转身回到了自己公位 时针指向了六点 我下班了 你以为我的一天 就这样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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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这样 我的退休大计是无法实现的 每当夜幕降临 我就会穿上我的青蛙衣服 将手上的青 蛙都打满了气候 在霓虹灯最灿烂的市中心 开始卖起了自己的孩子 果然 我国生育率提升效果 还是很显著的 不到一个小时 我儿子就已经快被卖光了 挣了大约有一千块钱 就在我计划用这一千钱 买哪栋别墅时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个青蛙 没有营业执照 不能在这卖 一个保安忽然追了过来 我听见这个声音 下意识地丢下孩子 就往前方跑去 你跑什么 我没说要追你 你停下 保安一边在后面吼一边追 我完全不信 说不追我 现在不就正在追着吗 我要是停下 我就是傻瓜 好的 我就是傻瓜 我停了下来 前方红灯 咱得遵守交通规则 城管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你别跑 你别追 我也喘着气 城管终于直起了腰 你给我把头套摘下来 我紧紧抓着头套 我不 等哇哇才不把脑袋摘下来 下一秒 红灯闪了 我再次撒鸭子跑了起来 但是却没注意到 身后开过来的一辆车 直直地撞向了我 虽然对方急时刹车 但我还是晕了过去 我醒了 看见谢雨那张映入眼帘的脸 我又晕了 算了 我还是醒了吧 我睁开眼 和她四目相对 露出了一个干不尬的笑容 老板 好巧 你家也有人生病了 就你呀 谢雨雨气冷淡直接 我撞了你 我听见这话 如遭雷击 额头冷汗直冒 这要巧吗 别说 老板 你和我还挺有缘分的哈 所以 你为什么要去摆地摊 还闯红灯 谢雨那双锋利的眼眸 落在我身上 眼中闪着寒芒 我吞咽了一下口水 撒谎时自动递开对方目光 老板 我自幼家贫 父母疾病 家中上前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 养家重担 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 谢雨目光动了动 没多问 只是很冷淡的应了声哦 我猜她这同情的眼神 肯定是相信了我的话 然而她内心却是 安徒生都没你能编 别人写十万个为什么 要不你去写十万个谎话吧 昨晚翻了一下你简历 也不知道谁说 自己最大的美德就是诚实 你最大的美德要真是诚实 那我也只能说你缺德了 我内心再次被颠覆 她居然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戳穿 目前的氛围有点冷 我决定率先打破沉默 老板 您吃饭了吗 嗯 她没回话 只是发出了个鼻音 场面再次安静 我摸了摸鼻子 再次尝试打破僵局 那您吃的什么 她将削好的苹果递给我 牛排 骗你的 是肯德基 我在内心翻了个白眼 小样 你那点小心思 还真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今天不是要去参加 你嫂子的婚礼吗 她面若平常的开口 我点点头 下意识的回答 对的 我今天要去 今天 我开箱手机日历 和外面的艳阳天 现在居然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原先约好的时间说九点 坐地铁已经是来不及了 开车倒是有可能不迟到 我送你吧 谢瑜那清冷平静的嗓音 瞬间在我心中榨开水花 我朝她投去了 感激涕铃的眼神 谢谢老板 麻烦送我去西宁街 嗯 谢瑜听见这个地址时 微微皱眉 但没有多说 那里不都是公司吗 她嫂子在公司举行婚礼 我听见她心声 意识到了问题 立马装作不理解开口 老板 你说我嫂子也真够奇葩的 非要在公司举行婚礼 我拦都拦不住 见笑了 哦 谢瑜一脸平静的点头 然而内心却是 还真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嘿嘿 小助理的家人都这么奇葩 那她呢 会不会喜欢 在墓地举行婚礼 凌晨十二点开席 我听着这话 忍住了握紧的拳头 听听 你们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跟着她下楼 然后就坐进了车上 眼睛一直盯着时间 这个工作可不能这样丢掉了 得到这份兼职 我至少可以提前退休五年以上 好在车子一路急迟 准时到了西宁街 谢瑜关调了导航 回头问我 公司什么名 仙海大厦 我下意识地开口 说完后又有点后悔 不该告诉她名字的 听见这个名字 我能看见谢瑜的动作 明显地迟疑 但我没听见她心声 就没多想 她把我放到了公司门口 我跟她告别后 看她拿起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开口 准备一下 我今天正好路过 来视察一下 嗯 就这样说完 她挂断了电话 我也没有去管 这急忙慌的 就往三楼招聘时走去 门口已经坐了一排人 我挑了个安静的位置 他们的谈话声 传入我耳里 听说今天总部大boss 要来看招聘 好紧张 对呀 本来就是一场普通的招聘 大boss一来 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我内心毫无波澜 笑话 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一个大boss而已 小K死了 苏鸣里面传来了声音 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镇定自若地走进去 镇定的神色 以看见细雨的脸而告终 此刻她的心声 如同流水一样 从我耳边划过 我就知道是你 咋的 我没喂饱你 都跑着来了应聘了 我也没压榨你吧 早觉得不对劲了 之前配合你当我真蠢呢 回去就换个助理 把你丢掉 丢进垃圾桶里 哼 让你朝三暮四 朝起暮处 是该让你给他尝尝 失去我的滋味了 我震惊 他要换掉我 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 我今天的计划 原本是一定要应聘上这份兼职 现在我改变计划了 变成了一定要保住助理的这份工作 面试官首先发起第一轮攻击 听说您本职工作是百强公司董事长助理 您可以评价一下你老板吗 优缺点都说一下 我瞳孔猛缩 好家伙 格外的照顾我们这些员工 这样好的老板 是我此生之幸 至于缺点 我思以为我老板这样完美无瑕的人 是没有缺点的 如果真要说 那就是太过温柔 实在是太照顾我们了 好到让我产生了愧疚感 从细于微高的唇角来看 我认为他肯定是很满意我的回答 然而内心却是 敢不敢再假点 我今天要不坐在这里 你指不定怎么说我呢 微笑是我的礼貌 你要是编得在离谱点 就不礼貌了 我愣住 不是 这家伙心里想的 咋跟脸上表情不一致呢 小东西 还藏得挺深 我们这份工作自由度很高 你选择我们这个工作 仅仅就是这方面原因吗 这个选择 跟你的人生规划有关系吗 面试官看着我 一脸认真发问 我知道有谢瑜在这 这工作我 肯定是面试不上了 所幸节日时间 让他们快点淘汰掉我 是的 有关系 我选择这个工作 作为兼职的原因 就是想多要分工作 争取在45岁前退休 这话一落下 所有面试官瞬间露出一股 你已经被淘汰了的表情 果然下一秒 一个面试官就开口 很抱歉 我觉得你能可能不符合 我们公司的规划和追求 好 我还没应声 谢瑜那悠散的声音 却突然响起 为什么不符合 我看挺好 面试官没想到他会出声 虽然觉得有些惊奇 但还是随机应变 立马热情满满的 朝我伸出了手 像是久别重逢的固友 苏小姐 欢迎入职 我满脑子问号 一脸猛逼 这就选上了 谢瑜居然会为我说话 我在做梦吧 我离开的招聘是 因为出了车祸 腿还没完全好 我一拳一拐地走出了公司 站在门口 没有动 我一定要等到谢瑜问清楚才行 走吧 上车 我等了半天 之后终于传来了 那道熟悉的声音 我回头看去 见是谢瑜 立马狗腿地迎了上去 一边上车一边开口 老板 哎哟 好巧啊 没想到我一出来就撞见你了 谢瑜没说话 内心系却很丰富 你隔着眼我呢 不就是在这等我吗 这么拙劣的演技 我都不想拆穿 我听了这心声 甘笑两声 是一个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明说的小哥哥一美啊 我坐在副驾驶 觉得这个氛围有些微妙 于是再次引入话题 没想到 这竟然也是您的公司 这该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 您说呢 聂缘吧 谢瑜系上了安全带 余光披向我 顿了一下 还不戏 想让我来 不不不 不用 您尊贵的手 是用来指点江山的 这点小事 我自己来就好 谢瑜没说话 面无表情的转身 内心却是 小助理为什么不让我戏 人偶像剧都那么演的 讨厌小助理 我听着这萌萌哒的心声 内心困惑万分 人偶像剧那么演 是因为是情侣啊 咱们这关系叫什么 就上次和下属好吧 你没别的兼职了吧 我正想的入神 谢瑜开车开到一半 忽然转头看我 我拭口否认 莫 嗯 谢瑜点头 我看着他相信的眼神 生出了愧疚感 对不起老板 我骗了你 其实我还有 而且不止一个 我只是想45岁前退休而已 这只是一个 小小闲鱼的小小梦想罢了 明天周末公司聚会 酒店已经订好了 加班算双倍工资 明天我来接你 谢瑜气干脆利落 我瞳孔萌缩 我一天工资一千 双倍就是两千 可我明天 那个兼职 最近请假太频繁了 再请店长容易开了我 我沉默 愁愁了一下还是开头 老板 不好意思 明天我二嫂结婚 挺急的 来不了 谢瑜文言 俊梅微品 靠边停下了车 回头看我 眼中带着打量与质疑 你家结婚结挺密 我露出个半甘不尬的笑容 是啊 大嫂二嫂他们关系好 所以就想一起结婚 真假 你二嫂最好真的是在结婚 谢瑜光瞟着我 落下了一句不轻不重的话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双腿不受控制的发抖 我以为谢瑜的内心 一定是在批判我 然而我多虑了 她内心竟然是 哈哈 小助理好可爱 胆子好小 不吓她了 把她吓死了 就没有小助理了 我会难过的 哎 小助理好像没胸 为什么没有 看一眼 没有 不确定 再看看 还是没有 我听着这心声 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了我那如稀湖水 一般柔魅的泪水 职场潜规则 这终于轮到我了吗 排队排了这么久 可算轮到我了 对谢瑜包养 开的价格应该不会低吧 到时候再得点什么封口费之类的 说不定 现在我就可以退休去法国 完成我的设计梦 何须等个退休 但显然 第二天 我如约早起去到了肯德基兼职 一天两百 就负责外卖配送工作 有点累 这么也不多 准备干完这个月就辞职了 我看着手上的订单 西湖别墅 哟 原来有钱人也吃肯德基呢 和谢瑜那老狗 简直是一模一样 看在这么有缘分的份上 我从怀里多掏了两包番茄酱丢进去 不用谢 请叫我红领金 我一路急迟 终于到了别墅门口 给客户发去了消息 你好 别墅门位说 要你出一个马才放行 对方很快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我扫码进入后 耳边忽然响起了一道莫名的声音 好饿啊 三岁龄288个月的宝宝饿了 有没有人管管啊 外卖再不来我就会饿死的 要不先写个遗嘱吧 反正外卖也没来 饿死了 也好分配财产给子孙 哦 我忘了 我没后代 那钱捐西红工程 外卖留给二狗子继承 分配完成 我左右看去 没看见人 外卖要迟到了 也来不及多想 直接按响门铃 咦 干饭 小鸡 我来了 让我看看哪只小鸡 想要被爸爸吃掉呢 我听见小鸡这个称呼时 身子猛然一颤 隐约察觉到了不妙 但为时已晚 大门已开 两两相望 惟于失望 苏鸣 你干什么 谢鱼站在我面前 高大的身影 挡住了前面的光线 我身子猛然一抖 大脑飞速运转 却也没编出理由 只能扯出一抹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老板 好巧啊 我二嫂他婚礼推迟了 他托我给你 带了一份肯德基 顺便还让我给你说一句 祝您用餐愉快 记得五星好评 当我傻子吗 谢鱼这次不是心声 而是直接说了出来 我欲哭无泪 老板 我错了 我保证没有下一次了 谢鱼仰头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带着压制的怒火 给我把这个词了 都两份工作了 还养不起你自己 养不起 我吃得多 我弱弱开口 谢鱼垂眸 眼神像是要把我杀了 说实话 我给你开的钱也不低 这么想走 实在不行 我在家三万一月 你把设计的工作辞了 那不行 我就好这口 我一正言辞的拒绝 我早点退休 就是想去做点 自己想做点事 你不想当我助理 谢鱼挑眉 眼中带着质疑 我点头 诚实道 谁想当一辈子助理呀 我喜欢设计 但小时候家里穷 设计烧钱 所以就选了管理位 然后选专业相关的工作 靠不喜欢的工作 养活自己的爱好 之前自己报班学设计快花了 给他当助理一个月的工资了 我看着谢鱼的表情 我认为他肯定动拢了 然而实际上却是 为什么要学设计 他的天赋明明在小说创作上啊 瞧瞧 这一个个故事编的出神入化 唯一遗憾的是 这个故事没有嫂子出场 按照轮次的话 现在应该轮到三嫂了吧 不知道三嫂准备在哪个公司 举行自己的婚礼 我想骂人 但想了想 他不信我也是情理之中 毕竟骗了他这么多次 老板 这次是真的 我一脸严肃的开口 最终我妥协了 不解释了 谢鱼没有说什么 更没有辞退我 只叫我离开他的视线 总是还很有良心的 送我一杯可乐 和一份儿童套餐 真的良心企业家 我外卖一直送到了下午才结束 就在我准备下班的时候 店长忽然让我再送一单 说对方指名道姓要我 急要 送过去给一千 地址是新衡娱乐公司 我看着这个地址 陷入了沉思 这公司不是那个 一直都被谢鸭一头 怎么都翻不了身的千年老二马 对谢鱼手段贼阴险 但没哪一次成功过 谢鱼曾放过狠话 只要他不死 他们永远不会赢 我虽然内心不是很想去 但一千块钱不拿白不拿 于是我装好一堆吃的 高高兴兴地开车去了 苏小姐 这里我刚到门口 就看了一个挂着胸牌的男人 在那里等着 我看着那人 停下了小店驴 礼貌一笑 客套性地开口 你们公司团建吗 怎么点这么多话落 我正准备去报下来 那人却很殷切地招呼了两个人上来 你们去把这些 吃的搬下来分给员工 陆小姐 您上面请 我们老板想见你 见我 我微醋没 站在原地没动 他见我干什么 男人脸上笑容不减 苏小姐 您只管上去就是 我保证您不会后悔 我看着他那自信的表情 半信半疑地上去了 我没想到 他口中的老板 竟然就是整个 星恒娱乐公司的董事长 一个董事长 等着见我一个助理 想想就觉得离谱 苏小姐 我们开门见山 这是一千万 您收好 您一直想学设计对吧 我明天就可以安排你 出国去最好的学校学习 费用我出 您只需要做一件 很简单的事就行了 赵承薇将支票 放在了我面前 眼中带着胜利者的自信 我猛逼了 他的话我只听见了 巴巴拉巴拉 一千万白送 巴拉 巴拉 虽然但是 真的很难不心动 你要我做什么 他微微一笑 目光中带着一种 蔑视众人的感觉 我需要您什么都不做 现在就离职 然后我明天就送您出国 你图什么 想对付谢鱼 我硬逼着自己 忍住去看桌上的钱的冲动 他可以打我骂我 甚至是言语羞辱我 但他不能拿钱羞辱我 因为这种程度的羞辱 我真的扛不住 赵承薇淡淡一笑 随之缓缓靠近了我 压低了声音 陆小姐 您可以放心 我要做的这件事 对您够不成任何影响 但确实会让谢鱼身败名裂 失掉这次竞争机会 不过我保证 你从头到尾手 都是干干净净的 他说完 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将支票和机票 塞进了我包里 拍了拍我的肩膀 陆小姐 这钱 您待在谢鱼身边 不知道多少年才能挣到 您不要选错了呀 我知道 您在谢总心中的分量不一样 可再不一般 他也不会给你这一千万 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 我和谢鱼 就是普通的上下属关系 赵承薇轻辽 陆小姐 我之前和谢鱼再怎么斗 谢鱼多爱搭不理 懒得多说一句 一向从容应对 可我们之前想在你身上做绯闻时 他直接下了律师函 还放下了狠话 足可见你分量 你想多了 我在谢鱼心中没什么地位的 你想在我身上做文章并不值得 我清楚我和谢鱼之间的差距 怎么可能会如赵承薇所说的一般 在谢鱼心中地位不一般 赵承薇轻咳一声 似乎并不想再浪费时间 直言道 值不值得您不需要考虑 您只需要把钱拿走就好 无论最后是否成功 这钱我都给你了 我听着这话 脑子像是死鸡了一样 他还说了什么我没有听 我甚至不知道 我是怎么回到家的 明明是轻飘飘的一张纸 可我却感觉沉甸甸的 像是有一块大石头 压在胸口一样 如果这是小说 我是女主的话 我应该会义正言辞地拒绝赵承薇 可我在这个故事里 可能只是一个女配 我出场坐着连个名字 可能都不会给 直接一笔带过 一千万 够我三百人努力才能挣得到 如今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而且就是天降 任谁也不能拒绝 我想了一晚上 导致第二天早上浑浑噩噩 却又在这个街骨眼上 得知奶奶病了 我在谢鱼办公室门口夺步 却始终不敢进去 你到底进不进来 我在里面看你半天了 谢鱼忽然推开门 站在我面前 辛辣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猛了一下 这才想起 他办公室里面能看见外面 只是外面看不到里面罢了 老板 我垂着眼眸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谢鱼勾唇 一副了然的样子 三嫂要结婚了 不 不是 我斟酌了一下 还是如实开口 是我奶奶生病了 代表公司电力维系部门 向你致以最诚挚的谢鱼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在密谋刺杀我呢 求人办事 也不知道戴份肯德基 没诚意 谢鱼一双漆黑的眼眸 带着锋利的光芒 直接落在我身上 准了 我听了这话 内心没有半点喜悦 看着谢鱼 还是忍不住开口 老板 你最近小心点赵成威吧 他不是什么好人 嗯 谢鱼目光平静 眼中毫无波澜 嘿嘿 小助理关心我诶 加一百分 不过 小助理今天不太高兴的样子 好可爱 想去回家 我没再说话 转身离开了 耳边还能依稀听见谢鱼的心声 助理离开时没有给我说再见 扣0.1分 等分扣完了 就不理你了 买你丢垃圾桶 我听着他内心丰富的活动 唇角不自觉的上扬 他其实也很可爱的呀 我没再多想 上完班后 就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去了医院 奶奶的状况不是很好 好在有爸妈在旁边照顾 早上6的时候被爸妈叫醒 说奶奶背下了病危同志书 半夜病情恶化 被送入了抢救室 医生说这病需要换肝 加上基础病 手术费要100万 家里人除了我爸妈 基本上没人愿意 在一个60多岁的老人身上花这么多钱 我想了一晚上都没有做出决定 这两天都一直照顾着奶奶 连手机都没来得及看 不知道已经没电了 中午抽空给手机充了会电 我拿着手机坐在医院外的花园上 看着我卡上80万的余额 目光闪烁不定 包里那张支票好像在这一颗又变中了 在我胸口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叮叮叮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 哪位 陆小姐 你做得很好 事情已经办成了 你也尽快将支票兑换 我这边让人送你去法国留学 这是赵承薇的声音 我内心疑惑 心中莫名觉得不妙 话断了电话后 就及时点开了热搜 热搜第一是 谢于开车不小心撞到我的视频 内容是 女助理不愿被谢于前规则 谢于故意开车撞他 接着 下面是一堆我兼职的图片 说谢于克带我 导致我不得不兼职谋生 这些绯闻很明显 都不可能动摇谢于的根基 只要调查一下就全部明了 但星恒娱乐公司和谢于的公司 现在正在同时竞争一个国际项目 选定的合作者见面会就是明天 照成微图的就是他一时半会调查不清楚 等查清楚了 这个合作项目早就归他了 谢于起诉他造谣 也不过是赔点钱罢了 我点开了电话 里面只有谢于的一个电话 我昨天漏接了 嗡嗡 微信忽然响起 是谢于发过来的 谢于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自己办理离职吧 我看着离职二字 觉得分外刺眼 怀着疑惑地点开了微信 谢于性子向来冷清 即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也只给我发了四条消息 第一条是昨天中午 忙完回个电话给我 第二条是在今天早上 他给你一千万 对吧 人都会犯错 现在回来 我原谅你 第三条是在中午 真的决定好了 最后一条 就是让我办理离职的消息 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和支票 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 因为这一千万 我真的心动过 正在我思考该怎么回复时 忽然 一道黑影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抬头 看见是谢于时 内心震惊了一下 他站在我面前 那眼神极其复杂 我觉得 他内心应该有很多话 可是 我居然听不见他心声了 老板 我嫩嫩地叫了出来 谢于就站在我面前 屁腻着我 不说一句话 我目光闪烁 对不起 我昨天忙 没接到电话 也没看见消息 我知道这个理由 可我听不见他的心声了 谢于锐利的眸光注视着我 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 那你现在看见了 如果你还是选择赵承薇 那我祝你虔诚似锦 一千万还他 我给你 为什么 我不明白 明明是背叛他 他为什么还会愿意给我钱 谢于眼神平静而冷漠 好似在看一个陌生人 因为我喜欢你 一千万 算是我为自己喜欢 错了人而买单 我听见这话 大脑瞬间当机 脑子里此刻就只剩下了三个字 喜欢我 喜欢我 谢于他喜欢我 我知道对于你来说 可能抵挡不住诱惑 但没关系 我可以教你 我教了 但你要还是坚持起见 那我不会逼你 谢于那幽深的黑毛里 情绪藏得滴水不漏 让人瞧不出一丝异样 我垂着头 脸越来越红 红得低血 谢于说他喜欢我 他喜欢我 糟了 恋爱脑上来了怎么办 周围寂静如风 谢于转头看向了我 眼中带着一丝不忍 你不说话 那我我知道你的答案了 说完 他将支票塞到了我手里 语气带着释怀鱼洒脱 去国外吧 他站了起来 转身离开 背影看起来似乎有些落寞 老板 我忽然出声 谢于下意识地转头 眼中瞬间有了光亮 我深吸了一口气 鼓足勇气开口 我承认 我确实心动过 一千万哎 你一天就能挣到 而我需要一辈子 我很难不心动 但如果选赵成威就要背叛你 我宁愿不要这钱 我知道你不信 但消息我是真的没看到 我信 谢于朝我走了过来 语气坚定 而且 老板 我从小慢热 跟我谈恋爱的话 可能有点累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要不我们试试 我低垂着脑袋 语气越来越小 谢于没有回话 可我的耳边 他的心声回来了 老婆他说什么 说喜欢我哎 没有听错吧 有没有观众给我重复一遍啊 老婆脸红的样子好可爱呀 好想娶回家呀 我失恋了 我又恋爱了 我猛然抬头 我好像明白了 心声只有互相喜欢的时候 我才能听见 一旦谢于不喜欢我了 他的心声就会随之消失 能累到哪去 谢于眼中有着不屑 再累我也认了 我不信谈恋爱 还能把人给谈累了 都谈上恋爱了 可以开始着手 准备找思议了 月子中心也得看好 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啊 再会翻一下新华字典 满月酒的酒店选一下 啊好忙啊 得抓紧时间 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个傻瓜 表面看着这么境遇 怎么内心系这么丰富 小助理要是几十年后老了 死掉了的话住哪呀 他住哪我就在他旁边买一块 我们一起睡觉觉 被伤的氛围瞬间垮掉 不是 这个思想也太过超前了吧 连目的都想好了 下一轮是不是该想转世投胎了呀 老板不愧是老板 目光就是长远 最终 我去到了赵承威的公司 将支票还给了他 为什么 赵承威眼中有着疑惑 似乎完全不理解我的行为 是我给的不够多 你想要多少 不是 我摇头 我承认我心动过 但我一想到拿到这个钱 以后再也见不到谢于了 我就很难受 我觉得任何事都应该 以让自己开心为目的 如果这个钱我拿着不开心 那我宁愿不要 同时 我也希望您能用正当的手段 和我男朋友竞争 说完 我不再理会他震惊的表情 转身离开了 我下了楼 没看见谢于 但听着耳边的心声 我就知道他离我不远 群群老婆穿着肯定漂亮亮 买了 项链也好看 这套搭配肯定十分炫酷 老婆老婆 怎么还不出来 想死你了 谢于 我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进去 我已经跟赵承威讲清楚了 嗯 谢于目光瞬间变得冷淡平静 完全无法跟刚才心声联系在一起 我看着窗外的风景 很小声点问了出来 谢于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的呀 工作 谢于简单的回了两个字 然而内心告诉了我真相 五年前 你抢我上校鸡块吃 吃完发现不是你自己的 你不好意思 强行色给了我一百块 我不要 你硬色 结果是假钞 当天你正好来硬聘 只是我招了你 我脸瞬间红了 假钞 这是我怎么不知道 真的是尴尬死了呀 对了 设计学院已经联系好了 你的一切支出和消费我都给 你就只管好好读书 谢于开着车 唇角轻轻勾起 眼中的喜欢藏也藏不住 我看着窗外的风景 如同动画一般闪过 我想 这么离奇而又荒诞的经历 会不会有哪个作者写出来呢 全文完